《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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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分钟钱不疼 最少要能做一个小的 一次多炒 50分钟一小时 但是很疼 但一小时也能坚持 小时十分钟 眼睛就疼了 你是绣纹从哪个角度去 绣上 就直观 直皱 念佛 就记下了 就着笑 记上也来着笑 哈哈 所有的其实 到最后很简单 所有的不过就是在红尘里边磨练也罢 不着笑也罢什么 这是我们 其实 静坐真的是蛮简单 就是你等等 就是就是 第一是安不住心 不能长时间的安住这一点 直一点 这个需要很久的红尘磨练 红尘磨练 然后呢就安住 还有就是坐在这 但是 气不够 就是 因为 对自我的认知 就是能量 就是 这个 等你们做的时候知道 这个说也没用 因为他不是 就算我们忍了腿疼 我们腿不疼了 忍了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 但最终你破的是瘦 不是 不是要腿不疼 最终你破的是 痛不痛的分别 就是一个瘦 瘦就是空 深耕嘛 因为腿是属于深耕的 因为有的人进入打坐 他 他深耕之间就消失了 他就不用忍 他就没有忍腿 这意思 但是你要继续忍 但是忍腿有一个 最后是破这个 痛几时空 但不是忍过去 大家说忍过去也可以 但是 肚子需要一个过程 你就先忍 走 但是需要磨 猎腿也罢 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个老师 他坐在这儿 他看你 就是说 让你大镜座 猎腿 磨猩猩 或者是 少吃东西啊 什么东西都不着想 其实这始终始终始终 始终还在 就是 让你的心 从红尘里面 动到内身外 内外经啊 动当啊或者什么 不断的不断的往这个地方 慢慢差不多了 一下子就定住了 然后就一层一层 也拨开了 再等一等吧 就这么凹腾 所以就专注 专注 这是最起码的 直观的 不管修什么法 你首先能能专注下来 然后 你能 你真的想成刀 第一是 这个很重要的 第二 你要不想成刀 真的是玩的 那就没啥意思 那还有就是专注 能够静下来 能够静下来 先练一点点这些吧 嗯 其他的其实 不难 切入我真的不难 有些东西是经历或者不经历 学着经历或者不经历 是你经历也很难受 不经历也很难受 就是那样子 也就是 也就是 就这样 你还可以 那些不怕 那些不障道 那些不影响 对这个世界的执着的看法 你看 比如说 和执着的认为 那些如果不原同 你确实也 你这个这个东西 红的你的 你本能的这些东西很难 你就继续修吧 目前没有错 有参讨 你们坐一下就知道了 嗯 我肯定能承 你是用心的 你才 这个发现你都挺清净 承了再说 知道我觉得蛮清净 很多人发现总有不甘 第一是不甘心 就像这个桌子上 还摆着很多喜欢的 这个桌子上摆在这 有一个东西 而且是你特别爱吃的 或者有几个 你可以吃到 你一伸手就抓过来吃了 但是呢 你必须在这 如果你说发现我再也不吃 这桌上的东西了 那就不甘心 因为这个东西就离你就这么近 一伸手就拿到了 而且是你最喜欢吃 这时候你是选择先吃了它承到 还是先承到来吃 怎么选 就是这样 承到来吃 对 然后呢 行到晚吃 行到晚再吃 但是承到晚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承到 但是行为有一点好 就是第一是他 他选择了 就是这样子 这桌上再好我也不吃 就再好我也不吃了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清净的 想比较 想比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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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是那么完美 有时候有喜气 晃度还是很正常 而且他也没说 万一我精神吃不到怎么办 他没想这么多 万一很多人就说 第一是我要不先再吃两个 再说成不成的问题 还有的人就是说 我用三年我先修道 三年以后如果修不成我吃 就是他只有一个期望 这个都没用 这个就必须的还得讲界定 讲讲讲讲就听听听听 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真的是觉得佛说的有道理 有些东西真的是死不待我 不是那么容易消遇 也不是那么容易拖拖拖就没时间了 一天一天就没了 而且真的不快乐 怎么也不快乐 怎么能快乐呢 一脚进去就 也有快乐的时候 就是天人的境界呗 就是大不了你在人间过上天人的境界呗 快乐呗 但是当然说有的人在快乐里能绝早能去休息 但有大部分人不行 80% 90%的人 有时候就是不开心 你现在没有这些 但是你都烦恼是来自于 就是你现在只要不撇干涸 因为你不再介入红尘的事的时候 慢慢就会偏清净 你清净我觉得你的界底还是不断的我这边说说说 你色库布尔两边你还不至于 就是见地上你不偏清净 但是呢你会干掉 就是身心会 时间潮不弱射程啊 就身心会有一些 就是那种就像那河潮会干涸 那种感觉 就像水汽无鱼的感觉 但是这个我觉得目前没问题 就这么干涸 目前但是到了对你身心起码有影响的时候再瞧着 那总有一段时间是 你没办法失控同时进行 总有一段时间是 刚开始你怎么可能 我原先是逃避红尘的 我现在感觉到自己清净 然后又可能 就也不接纳也不业力 这个是中道 我既不业绝红尘 但是我也 不是说我就去体验吧 和生的体验吧 接纳吧 你既没有和生的体验它 也没有业绝它 业力它 我觉得这个状态最好 现在就在中道 但目前还是比较好 真的在修道上算 就在末法时期 这个时空 你在修道上按住的目前这个位置 这个心态算最好的 然后还有一些 大家休息 有些师兄们 就是有顾虑啊 有牵挂啊 对未来有些忧虑啊 担心啊 还有的就是 想吃桌子上的东西 说再吃两天再说 还有的就是说 我拿出一段时间来修 过一段时间 如果不行就算了 就是暴躁有祸了 这种心态 对修学都障碍蛮大的 它不是说 不是说这要对不对 它是 这种修学对 你修到很多障碍 很多障碍会出现 但不代表说 我有这种心态 能不能修 能继续修 有一天你会很清净 什么心态也没有 我今天当下修就是修 我不修就是不修 并不是说我修三年 我这种状态 对不对也没问题 就说有的大家说 有这种心态也不影响修学 只是说不清净 就是会也会当下就很烦有时候 这样继续继续你修修修 慢慢就清净了 清净了就 就每个当下都觉得没问题 至于说你两年三年你修不成 你说你去 去厚城里面做些事 然后呢 做完了再去修也可以啊 是吧 嗯 这都不影响 有的说我就这么修下嘴也行啊 始终都是破分别心 不管出耳根肉 出眼根肉 出鼻根 出嘴根 出任何根 只要进入以后慢慢 其实 其实就是 就是心 因为一切都因为那一绝开始 一绝 结纹绝脂草分成六部分 然后六根六成生起 然后呢 那一绝不动 不绝嘛 它是绝而不动 就是说 它知道了了分明 但是呢 它不分别嘛 就是不动嘛 不分别 结纹绝脂草开始消失了 就没有这些东西 然后根层就开始脱落 根层是同时脱落的 你否则你的眼根 你是 你是那一绝 觉得有所见 眼根就形成了 不是啊 眼根形成了 然后色彩形成了 这个眼根是因为你 心分别了形成的 所以你生根 你的生根咋形成的 我们只脱胎在肚子里 那个精血附近 那个生根就是你 心分别了绝受 离合的绝受嘛 然后 生根就形成了 我们以为有 筋骨皮啊 这些东西 这个瘦很难 你要从蜥蜴的角度 你把自己看成物质里 你有筋骨皮啊 神经啊 什么这些东西 如果一个一个转化 真的太困难 啥时候能转 而且 这些东西怎么可能消失 怎么可能没感觉 但是你要是从 就是 按住在这 就心不分别你的瘦 当然不介意修苦行 你说极端的痛苦 佛陀不介意 很难处里边你说 如入不动的 身体里边有一些绝受 你心不分别 慢慢慢慢就 你知道 心不分别 它那个醋 射身消微粗法嘛 叶耳鼻舌声音 就是它那个醋 那个声音 就慢慢就 可以开始消融 按出时间长了 就开始一消融 这边就 受就解脱了 一会儿 身体里边 水 水 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